你好,我是陈天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如何构建一个聊天服务 那我们上一堂课已经介绍了如何去实现Chat API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重构测试代码 那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新的领域 就是处理Message API 然后在处理Message API的时候 我们要涉及到文件的上传 所以这里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如何处理Multipart 那在一开始构思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构思这个就是一个upload的API 这个是去upload的文件 然后把这个文件存到 对于我们这个系统的话 我们可以存到就是本地的一个文件夹里 然后它是wsid 然后part1,part2,part3 就是整个文件我们对它做一个哈西 然后把这个哈西结成三段 然后最后生成一个本地的这个路径 然后这个路径它会有一个base 这个baseUIL我们可以在config里面去配置 然后返回给用户的就是一个files 然后part1,part2,part3.ext 这里用ext 通过这种方式去处理 好 行 那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在axiom下面去处理multipart 以及我们该如何去测试这个multipart 在axiom下面 它有一个multipart的extractor 然后这个extractor它是在multipart这个feature下面才可以使用 然后它会extract parsemultipartformdata 然后这个必须是放在最后一个 因为它要去consume这个body 你可以看到这个handler很简单 就是mutemultipart 然后它的类型是multipart 然后不断地去找nextfield 然后对于这个nextfield呢 我们去avate 然后每一个field 我可以取它的name 还有filename 还有data 然后最后把它放到这个roothandler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代码该怎么样去撰写 那首先handler这边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 放到这个messages的这个handler下面吧 我们叫它pub create pub create sync fn 然后uploadhandler 然后我们需要当前的用户 因为要拿到它的wsid 然后我们需要state 然后也需要multipart mute multipart 那我的这个axiom在引入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有介绍过 我们这里面加了这个multipart 所以在这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需要引一下 然后返回的自然是result implement into response 然后app error 好 然后这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我把这个需要引的部分都引一下 ok 这里我们可以先从这个user这里面拿出来wsid 是这个user 然后我们需要在config的里面加一个新的配置项 我们就在serverconfig下面加吧 叫pub base dir 然后让它是一个path buff 好 pass buff是rust下面的一个就是 那个ond的这个路径 然后如果是不带这个buff的话 这个pass 它是 就是 不是一个有ownership的这个pass 它们两个的关系就跟stir和string一样 pass buff和string类似 然后pass是跟stir andstir类似 好我这里面加一个base dir 然后我在我的app yaml里面我加一个base dir 然后它放在temp chat server下面这个就正常你应该放一个就是你存所有文件的呃一个地方 那其实更好的方式是就这个这个文件应该是呃用户 multipart上传过来我们把它写到呃s3或者是呃你自己系统里面的一个公共的文件 文件文件服务集群对吧 然后以后读文件的话从那个公共的集群里面去读写到本机的一个目录下最大的问题是呃这就使得你这个chat server只能是单机版的吧 就一旦你要把chat server呃呃就是能能让它在在多个服务呃可以运行在多个服务器下的话 那么这块就不适用了 我们现在就是简单起见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本地的目录里面去呃实际上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到一个呃就是真正在生生产环境中投入使用的话 这个应该放到一个这个s3上面去 好呃那我们config里面加了这个之后漏的出来那我们在 创建app state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处理一下呃fscreatedio 哦呃然后我们可以使用tokyo的fs 有没有tokyo的其实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就执行呃一次而已 好呃这里这个arrow已经处理了吗 这个error为什么没有报错呢 有意思 avate拿到的应该是一个io error 好那他这里没报错我们就先不管他 呃这样当系统启动的时候就 可以了 这个pass我们不要 呃启动的时候就有了 然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bassdir拿出来 这个我觉得并不需要clone一下 呃我就先先取一下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段代码烤进来 呃well let 然后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 呃model 来处理这个 呃chatfile 我们叫他file.is mod下面 modfile 嗯 然后这里我给他一个数据结构叫 呃 应该不需要passle equal 也不需要from row 这个不是从数据库里面读到的 这个数据 我们叫他chatfile 然后这个chatfile 我让他就是他有一个哈希 然后 呃有一个file name file name 呃这里可以考虑一下就是 or usemime type 就看哪个哪个更好 呃 就从从file name里面我们可以拿到 这里不叫file name叫ext吧 呃 ext tractext fromfile name or mime type 好 呃 就是这个chatfile 我们implementchatfile 呃 然后他new的时候 new的时候 应该是 给我一个file name 然后给我一个 data 这个是u8 然后呢 呃 我要算出他的 算出他的sha1 letharsh等于sha1 叫chatserver cagoad s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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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Split 然后取最后一个 然后 它这个Split有RSplit吗 有 RSplit N 那我就 我就Split 最后这个点 然后我拿 LAST 我拿LAST 然后unwrap OR 就给它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 让它是TXT 呃 哈希我可以直接这样 冒号X是吗 还是我可以使用Hacks Encode Harsh 对 这样去处理吧 呃 所以如果收到一个 文件的话 我把它的数据 做一个哈希 然后 把它弄到这个chat file里面 然后这个chat file 就是它可以有这个URL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 就这个是我们最终要返回给 用户的那个东西 然后URL的话 我们应该是 嗯 URL这边我们就直接 直接给它一个哈希 URL这边我们也和 呃本地文件 映射起来吧 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 hush to path 的方法 那这个hush to path呢 我要把它 split hush into three parts hush first with three cars 这样 嗯 那么应该是 let part e part r 等于 self 点 hush split at 3 对吧 然后 let part2 part3 我再speed at3 这样就形成一个 33 然后后面的一部分 然后最后我们去format 这个part1 part2 part3 然后再点 self.ext 对 这是我们的hush 然后我们还要让它能得到一个local的path 那这个我们需要传一个base dir进来 然后这个base dir我们可以drawn self hush to path 然后这个uil我们也是 self hush to path 好 好 这我需要引一下这个path 那这块应该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new的时候 chat file new new的时候我应该就把它 写到文件里 所以我这里需要是一个async的 function 啊 new的时候不说sync吧 好 pop 这块 这样 let ret 等于它 然后最后ret 然后 fs tokyo的fs write write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的base path是什么 所以 写的这个逻辑我们就不放在这里了 好 那写的逻辑我们放在 这边 field name 这里这样 嗯 我要取 let name file name 嗯 data 等于 等于 let sum file name sum data 等于这个 fueled file name feel field file 耀 r out ob file name file Я Islamic cloud Maar sum 我就直接continue 好 这里放一个东西 mismatch 这里要await一下 好 我现在拿到log一下吧 filt to read multipart field 给他name name是什么 file name field name field file name 不打一个warning出来 然后这两个就不需要了 这都不需要了 let file等于chat file 我得到一个chat file 然后 然后let pass是 asdr join 我需要dron一下这个 wsid to string 然后这里 好 我拿到这个pass 我就可以去写这个 首先我要去判断一下 pass是否存在 对吧 如果存在的话 我就告诉他file 这个file name file name 已经存在 好 否则的话 我需要去先创建 就这个路径的parent expect file path parent should exist 就这个应该是存在的 好 create这个all之后呢 我应该fswrite pass 然后 还有这个data avate 现在是 types from t 这个是什么 create the i all 就是io result 所以我需要在error里面加上ioerror 好 这个就createborrowed and not move out filed because it is borrowed filedbytes 所以我这里需要clone一下 如果这里clone的话 如果这里clone的话 嗯 嗯 我们可以在这里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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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post api upload 然后authorization是这个bearer token content type是 嗯 嗯 这个multipart formdata 啊 看一下 嗯 vscode respoint multipart 这边找一个 例子 应该是 这样去写 对 啊 把token放在前面 好 大家也可以 趁着这个去熟悉一下 multipart 的upload 是吧 作为一个htb的request 呃 你需要定义content type是multipart formdata 然后你需要指定一个bundry 然后你需要指定一个bundry 这里我使用的是mybundry 我们也没有用names 所以这里 嗯 比如说我要去 看一下 嗯 snapshot 我看看我这个 好pwd 呃 我可以 这里放 snapshot xdif dif1.png 1.png 对吧 我放一个完整的路径 然后这个代表我从这个文件里面把它读进来放到这里 然后这个呢 我叫它filename是 这个filename应该是xdifpng 这个filename是hello.txt 然后这里我去写hello.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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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chat.server 好 好 我们第一次去运行的时候应该会生成一个路径 我们第一次去运行的时候应该会生成一个路径 这里 arrow 我们需要去定义一下 如果是IoError的话 那就是internalError 好 cogoran uploadHandler没人用吗 哦 的确是 这是我新写的 所以我需要在这里 给它加进来 route post upload handler 好 ok 呃 现在是6688API upload 我们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 呃 这里上传了两个文件 一个是这个 哦 哦 这里有点问题 这里有点问题 我的file里面 应该是file name r split 这里 这里我需要测试一下 感觉 没写对 可以 用 super test fn chatfile new should work 然后 letfile的英语 chatfile new 然后 test.rtxt data是hello 然后 .xt 然后file.harsh 应该是一个数字 我也不知道这个harsh应该是多少 但是 copilot给了我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这东西 他猜的对不对 好 错了 left这边首先就出问题了 file name rsplit for substring seperate by pattern starting from the end of string restricting 好奇怪 split 就用Split吧 然后Last 好 这个对了 Oh TrialGPT竟然 帮我算出来了这个东西的 杀1是它 我看我这没有杀 杀256 本地没有 MD5 我看一下我加一个东西 它应该告诉我这个是这玩意 这个Copilot还是挺神奇的 我看一下我换一个东西 它能不能给我一个正确的杀枝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猜的就 有点差 有点差 那现在我们应该 cargo run 然后 我们的这个 multipart 我去send 然后 诶 它应该告诉我 这个文件已经存 哦 上一次这个名字是不对的 如果我再执行一次的话 它应该能很快就返回 然后并且告诉我说 File 已经 already exists File hello already exists 看一下 TMP chart server tree 可以看到 这个文件和这个文件 能存在了 嗯 嗯 好 那我们还需要有一个 呃 handler 嗯 等一下啊 对这里 刚才看到的是这个路径 还有一个wsid 嘶 这里不对 这里少了一个wsid file 嗯 harsh to path 这个path是对了 url的话应该再加一个wsid 呃 是u64 然后这里 wsid 好 然后这边 url应该是有一个wsid 然后s164 在这时间s吧 s164 这就不需要s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个就files下面有个 目录是1 然后339807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边的目录也是 路数一折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 呃这两个目录映射一下 就可以了 那怎么映射呢 呃 power htb surf drr 我们可以surf这个 使用 使用它的这个surfdrr 啊 given directory and all subdirectory 好 嗯 嗯 那我这里 cargo 应该使用了 呃 tower htb 然后我需要加上 呃 fs 最后还是不得不加上fs 呃 嗯 然后 在 lib里面 我们去 点route 嗯 我不需要有power tower 我想一下 嗯 fils wsid path um get download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放一个 呃 p p p create async iPhone download 啊 叫file handler吧 然后也是需要 然后也是需要 这些东西 然后拿到这个bassDR 对它还有 还有这个path wsid wsid 和path 然后 我判断一下 if user.wsid不等于 它的话 那我们就返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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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一个 error authorized 也可以 诶 这为什么 没有这个东西啊 apparel 嗯 啊 found 啊 我这里直接返回到found 得了 返回 我记得看 一看 一看 哦 便会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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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doesn't exist or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这样是可以的 然后拿到base.dir和wsid撞一下 然后再去撞这个path 如果path exists的话 那么我们就 然后就把这个读出来 但是这样我还得设timetype 直接用这个route service 我直接用它 这里可能比较麻烦的就是处理memetype 我们就统一都用binary吧 if path not exist的话 return 然后这边ok ok axiom return octaq strea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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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到底 ok 使用meme gas 来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 好 cargo admeme s yes 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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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irst o odtec stream 然后 let f file等于fileopenpath 然后这里还把它分装到一个reader stream里面去 reader stream是 assumereader stream 然后tokyu tokyu youtube下面 这个还挺麻烦的 cargo add tokyu youtube feature是io 不知不觉又引了一些东西进来 然后我需要引一下它 然后stream body 这是htb bodystream 好 然后我们ok let mute headers 我们应该还需要去处理这个header header map header content type 这是什么鬼 这个还挺好的 我们这样去生命header headers是哪儿的设计结构 paxium headers 对 header map 好 好,我还是去insert the content type 然后mime mime不能转成 header value 这个真的很讨厌 然后headers insert content disposition filename等于 我们并没有记录原本的名字 所以我就不加这个header了 然后OK header和body stream body into response is not satisfied 我还没有发现 还没有发现 这给的例子都不公刷呀 нал 我 帮 植物 使 hcv-body是要再hyper-stream-body 我得引这个stream-body才行是吧 hcv-body-youtube 我直接用这个 file 不行 如果直接使用stream呢 也不行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做的错一点 to do improve to do streaming 好 我们这里就直接把file content拿出来 b-body等于 fs-read-path-wait-body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去get getfiles get api files authorization还需要带 然后我们需要再看一下 这边 cargo run 好 它这里面没有找到stream body 看下是否工作 这个能工作是最好的 我得把这个再还原回去 let ffile登月 这个是可以工作的 好 好 那就正好不过了 cargo run 好 嗯 啊 extreme body是不是已经太旧了 啊 果然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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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努力我就 哦 40不行 stream body我就不要了 tokyo youtube我也不要了 嗯 嗯 然后这里还是用最搓的办法吧 嗯 let body ufs read await stream body不要了 tokyo 这里不要了 file ufs 嗯 这里不要 这里不要file handler了 好 我们还是先 得到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他 就把这个文件打开了 如果我这里没有加这个header的话 你就会告诉我是unauthorized 如果我要尝试去拿一个别人的 他会告诉我 嗯 doesn't exist or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嗯 如果拿同样的workspace 但是拿的是txt 这个是not found 好 嗯 这就 我们也实现了这个 file的处理 然后 然后 我们需要在这儿ignore一下 fds store 非常烦的 好 那么今天其实写了 又写了不少东西 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触及message的API 但是我们今天通过去写这个file handler upload handler 学习了如何在action下面去处理 就是文件的上传 那很简单 就是 你的最后 这个handler的最后一个参数是一个multipart 然后 你去循环从这个multipart里面去把这个文件都拿出来 然后 呃 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就是你可以存到本地 然后以 哈希为名字 那为了让这个文件的目录里面 一个目录下面不至于有太多的文件 所以我把这个哈希又切成了三段 就是它是总共有两层的目录 最后再是这个文件 如果说这个文件已经存在的话 就目录存在就意味着这个哈希已经存在了 那这是一件好事 说明 我们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节省空间 对吧 可能 用户A和用户B都 传了同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的哈希是一样的 那么 大家都可以访问这个 同一个这个 这个路径 那我们 还对这个路径做了一个隔离 就是 这个隔离发生在workspace里面 就是 比如说公司A 他内部发的这些文件和公司B 内部发的这些文件 之间是隔离开的 他们即便传相同的文件 那也会各存一份 对 这一点我们需要去注意 好 然后其他的话就 没有什么 特别难懂的东西 然后对于这个 file upload 我们也可以写一个网页 然后这个网界里面有这个file 空间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file空间 来生成这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就完完整整的还原整个HP的请求 那对于multipart来讲 它的content type是multipart formdata 然后我们还要指定一个bundry 然后这个bundry 就是两杠之后 加上这个bundry的名字 这是每个bundry的开始 如果所有bundry都结束了 我们需要在这个后面再加个两个杠 对吧 然后每个bundry内部都可以带它的头 比如说这里我们带了content disposition的头 以及content type的这个头 对 然后这里我们也可以给它带上content type 那就是text plane 对 好 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其实只是完成了这部分 post api upload和at api files 这两个api 然后但是有了这两个api作为基础的话 那么我们去创建一个chat message 就变得不那么复杂了 好 那我们把代码提交一下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样子目前一切都好 我们这是5- 我们这已经是5-12了 这搞错了 好 feature support file upload git tag 对 我们已经有5-11 git push git tag 5-16 usb file upload ı git tag support support file upload collection file upload git tag 谢谢大家